7月份小陈在杭州滨江天街的威尔士健身 办了一张三年卡 花了6000元 因为我也是老会员了嘛 每次停车的话 8块钱一个小时 然后我每次要停车 差不多两三个小时 就是因为花钱办了卡 可能是要来的频繁一些嘛 如果长期下来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所以我就先在我微信群上 问了他 能不能给我免费停车 他答应的非常爽快 他说他以前很多顾客 都是这么操作的 说把龙湖积分刷到V4 就可以免费停车三个小时每天 此前健身房的销售在微信里说 龙湖都可以免费停车 积分给你刷到V4 赠送三个月汇集时间 三年龙湖停车三小时 商场积分规则显示 V3等级用户 每天免费停车两小时 V4等级免费三小时 小陈说 平时他就是开这辆保时捷卡宴来健身 每次停两三个小时 本来是因为销售承诺免费停车 他才放心棒的卡 可直到现在 已经付了几百元停车费 停车费的话 一次差不多24块钱 然后我差不多来了 应该有十几次了吧 然后后面 他有没有跟你说 就怎么帮你刷到这个V4啊 他说他那边如果有消费的话 就可以刷到我的账户上 然后刷到V4这样子 现在为止你这个积分有涨吗 就刚办卡那两天 给我涨了一点 然后后面就再也没有动静了 我到8月份的时候 看到一点东西没有就问他 然后每次都是找借口托我 找借口托我 我当时办卡的时候 也担心过他离职的这个问题 然后他说他已经在威尔市 待过十几年了 好多老客户都这么做的 他不可能离职的 8月7号 那名销售在微信里说 现在都要慢慢记得 肯定会帮你记得 小陈表示 如果不是要停车 我是不会来你这办的 现场他联系了对方 您好是那个威尔市小赵吗 你说 你当你之前答应我7月底 给我办的那个龙骨V4刷那个积分 现在什么时候能办好呢 你答应我为什么做不到 而且不回消息呢 挂了 记者打过去电话没有接通 发去消息也没有收到回复 在点评软件上搜索这家健身房 有一条评价写着 答应送的东西可以一推再推 让办卡的时候说的漂亮话 也都可以不对线的 必坑这个销售 附上的微信聊天中的销售头像 昵成和那位销售小赵一样 他是掉到上海还是离职的 因为有没有人跟我说是离职 没有他掉到上海去 没有离职 因为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积分的问题的话 是他个人承诺你的 对吧 因为我们本身这里的话 是没有给会员就是积分的 就是比如说你当时办了卡 这些的话可以积 然后如果说的话 就是他后期再给你积分的话 这个是他自己私自承诺你的 有问过这个销售本人吗 为什么要这么成功 这个的话我我也没有问过他 这个是因为他当时办卡的时候 确实是 他作为你们的员工 如果做出虚假承诺 你们公司也应该对他 有一定的这个处理 小陈希望健身房兑现免费停车的承诺 或者全额退回半卡费用 他也把情况反映给了商场 晚些时候 威尔士健身方面联系了记者 小陈后来反馈 健身房告诉他 不便告知对销售的处罚 对于整个处理方案 他还是有点不太能接受 有报红剑记者报道